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男人真的喜欢你 就不会轻易地摔你 喜欢是冲动 而爱一个人是克制冲动 喜欢是想要拥有 而爱一个人是想要呵护他 保护他 让他受伤 更不忍性伤害他 所以当一个男人要求你们相恋不久就发生关系时 他可能没那么喜欢你 相反一个男生若是懂得尊重你的理解 克制自己的冲动 巧巧说明了 他真的是在为你打算 第二个 男生也很在意长相 别以为只有女生很在乎外貌 大部分的男生也很在意别人对自己外貌的评价 不同的是 男生虽然在意 但他们不会把自己没有魅力归绝于自己的长相 更多的是责备自己没有经济实力 不能够追到喜欢的姑娘 所以 男人们虽然在意长相 但更在乎自己有没有经济实力 第三个 如果男生不带你去见他的朋友 说明他没有那么喜欢你 如果一个男生不愿意带你去见朋友 那只能说明他觉得带你过去很没有面子 侧面也说明了 不喜欢你 或者嫌弃你长得丑 但如果一个男生愿意带你去见朋友 除了你长得特别漂亮 能够增加他的魅力之外 侧面也说明了 他真的很想让你融入自己的生活 第四个 对于送上门的姑娘一般都不会拒绝 但一定不会珍惜 男人是下半生思考的动物 相比于女人 男人对待性的态度更加开放 如果他没有女朋友 又恰好你送上门 那么男人多数是不会拒绝的 但也不要指望男人会对你负责 这世界因爱生性大多还是会分离的 更何况是因性而性 第五个 男生如果跟你讨论曾经的感情 说明他喜欢你 如果一个男生喜欢跟你闲聊天 聊天之中不由地问你的感情生活 以及自己对于感情的态度 那么他十有八九喜欢你 如果一个男生主动地向你分享自己的照片 分享自己曾经的一些糗事 那么他就是真的喜欢你 因为喜欢你 所以想要靠近你啊 第六个 男生也很物质 男生的物质和女生不同 女生会被感情打动 然而有些男生会为了利益 牺牲感情 但和女生看中的荆棘物质不同 男生大多在乎女人的家境 以及学历背景 比较注重女人自身的品质 第七个 男生很讨厌女人去乱猜 男生很讨厌女人乱猜的原因 大多是女生的第六感很准 其实不是女生的第六感准 而是当女生开始胡思乱想的时候 一般是男生在细节上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恰恰是这些让女人的有预感的一些问题 他一定是有事情瞒着自己 第八个 你是什么样的人 就会吸引到什么样的人 王子不会爱上灰姑娘 只会爱上公主 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童话 你是什么样的人 只会吸引什么样的人 你是灰姑娘 爱上你的只能是门童或仆人 你若是女王 爱上你的自然是国王 第九个 男人很怕女人依赖他 对于女人来说 最美的情话是 我什么都没有 只有你了 但对于男人来讲 最恐怖的话莫过于 我只有你了 他不会因此而感动 反而会觉得害怕 他害怕的是自己如何承担得住 另一个生命依赖自己 这在无形之中 会给他们很多的压力 第十个 大多数男人受不了诱惑的 很多时候男人出轨 不是不爱女人 而是受不了诱惑 但若是你因此原谅了他 他就会一而再 再而三地出轨 对于出轨的男人来说 只有零和无数次 不会有最后一次 第十一个 比起鱼和女友在一起 男人更喜欢玩游戏 适度的玩游戏 并不会破坏两个人的感情 但沉迷游戏会的 适度的管教男人玩游戏 是情趣 而过度管教男人玩游戏 是过境 对于一个喜欢玩游戏的男人而言 只要他有节制 他可不必管他 对于玩游戏弱迷的人来说 你的管教他非常不听 反而觉得你很麻烦 第十二个 男人不想当坏人 如果在一段感情中 你发现男朋友对你冷淡了 你说他什么他都敷衍了 很可能是他想分手 但又不想当坏人 等待你主动说出口 第十三个 看起来很老实的男人 不一定很老实 看起来很花心的男人 他不一定真的花心 看起来很有钱的男人 他不一定真的有钱 看起来很老实的男人 他不一定就真老实 男人都是善于伪装的 不要太过于相信你的眼睛 要多在相处中 发掘男人的真正的本质 第十四个 老婆和女友双重标准 男人找女友时 可能会找漂亮的温柔的 火辣的等各种不同类型 但真的想结婚时 男人反而看重的是女人 是否能够精心地过日子 对外貌 以及身材的要求并不高 但关于性格 以及女友的职业学历 等等都有所要求 第十五个 男人很希望女人能够成熟 男人希望女人的成熟时 在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 懂得给自己留空间 在自己无助的时候 懂得给予帮助 在自己需要安慰的时候 能够给予安慰 而不是像个小孩一样 在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打扰 在无助的时候离开 在需要安慰的时候 冷言冷语 第十六个 男人会交流秘密 别以为只有女人才会喜欢八卦 实际上男人也很喜欢交流秘密 去科学家研究 交流秘密是增进人们感情的重要因素 因此男人们彼此之间交流秘密 是把对方视为朋友的象征 如果你想知道一个男生的秘密 可以询问他最好的朋友 第十七个 男人对裙子很向往 曾经有一个街头调查 问男生 如果你变成了女生 第一时间你会做什么 95%以上的男生说 穿裙子 所以呢 大部分男生对于穿裙子的女生 没有多大的抵抗力 第十八个 约会约在晚上 一般是想睡你 如果一个男生第一次和你约会 是在晚上 却陪你玩到深夜 并暗示你太晚了 一般而言是想睡你 对于想睡的女生 男生没有耐心陪你花钱月下 陪你看星星看月亮 他只想付出最小的成本 换取自己最大的利益 第十九个 爱情和婚姻是两回事 有些男人适合谈恋爱 因为他会讨你还心 有些男人适合结婚 因为他能够给你安全感 然而不是所有的男人 都既适合恋爱 又适合结婚 有些男人结婚前是一个样子 结婚后 愿意为妻子改变 有些男人结婚前 殷勤备至 结婚后却出而反而 遇到前者是幸运 遇到后者 要擦亮眼睛 第二十个 男人不记仇 男人不记仇 而女人会经常翻旧账 这就导致了男人 常常认为女人无理取闹 而女人则是认为 上次的问题 都还没有解决呢 两个人常常因为 这种观念的冲突 而造成新的矛盾 所以 对于女人来讲 如果和男生有争执 不满 请当场说出来 直至解决掉 对于男生来讲 则要尽量地把一个问题解决 要知道问题虽然被搁置 但问题还是存在的 其实男人也好 女人也罢 都有一些 不想让异性知道的小秘密 但如果 彼此之间能够了解 这些小秘密 也能够更好地了解对方 更加迅速地认识他 从而减少不必要的误会 与纠葛 有句话说得好 男人的态度不进不退 女人的心情基本作废 在情感中 最有毒的男人 就是这种中途掉链子的男人 那对女人来说呢 情感就是人生最大的投资 所以 你是否能够学会 对男人进行垃圾分类 决定了女人一生的幸福 比如说前几天 我的一个学员 在微信群里就问我 我特别喜欢一个男生 男生呢 也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我们俩的关系啊 越来越好 现在呢 已经到了牵手的阶段了 但是呢 一到要接吻的环节 他就往后退 我就问他 那我们算什么呀 他说 有情已达 恋人未满 我说 那什么时候才能满呢 他说还需要时间呢 我还需要缓缓 我还没有从前任的 这个失恋的阴影中走出来呢 你说 我要不要和他谈恋爱呀 我说 亲爱的 你要学会垃圾分类法 情感呢 它不是甜点 它也可以是一道送命题 有些男人会为你卖命 有些男人却可能要了你的命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眼光 那么你很有可能 在垃圾堆里边捡男人 把一坨屎当成一个宝 浪费了大好的光阴 白白的受了很多的伤害 所以啊 女人一生最重要的两个能力 第一是眼光 第二还是眼光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怎么通过三句话 就能判断一个人是不是靠谱 第一呢 你要了解他的逆伤 怎么了解逆伤呢 我就可以问他一个问题 比如说你可以问他 男儿有泪不轻弹 你从小到现在 有没有哭的时候啊 或者这样问 我特别想知道 你们男人是怎么应对人生逆境的 我也可以从中学一学 让自己也坚强一些 你能跟我说一说 你从小到大 遇到过什么样过不去的卡 后来又克服了呢 你为什么要这么问呢 其实呢 这种问题呢 他的目的就是让男人 带着一种自夸自压的方式 谈一些负面的事情 要知道 男人是很忌讳 谈那些负面的事情的 所以呢 如果你让他去讲一些 所谓的过去的 辉煌岁月的方式来去提问 他才有可能打开他的心碑 那如果他说 我过去呢 有一年没有跟我爸说话 因为他打我 后来他跟我道歉 还给我买了一台电脑 我这才跟他恢复说话 那这样的男人是什么样的呢 不太成熟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他遇到问题呢 就用冷战的方式 还因此屡屡得逞 那你就会知道 这样的人在日后 和你吵架的时候 和你有矛盾的时候 他多半也会用冷暴力的方式 来胁迫你去服 那么一个男人怎么说 才算是成熟的呢 如果他说了这些话以后 再加上一句话 哎 那个时候 我年纪小 不懂事 现在我肯定不会这么做 因为我觉得任何事 首先 我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别人伤害我的时候 往往也是因为 我伤害了别人 如果他能说这样的话 那么就说明 这个男人是足够成熟了 因为他有了 担当和共性他人的能力 那有人可能会说 是不是只要这么说 就意味着他很成熟呢 当然不是了 因为你要判断一个男人的逆伤 要分两步 第一呢 就是听其言 如果一个人 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比如说像刚才那样 得意洋洋洋的炫耀 自己冷暴力的成果 那在第一关 你就可以把他pass掉了 那么第二呢 就是要观其行 比如说我有一个学员 最近呢 他男友跟他分手 分手的理由呢 很奇葩 因为男生的爸妈这两天 催婚催的越来越厉害 这个男生呢 压力越来越大 那他怎么处理这些压力呢 开始就忍 忍无可忍 他也不跟爸妈反抗 反而跟女生说 你看我们分开一段时间吧 我想冷静一下 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适合 女生呢 也特别的气 我就问他 那你觉得这个男生是真成熟 真的靠谱吗 女生说靠谱啊 他平时对我也特别的好 照顾的特别的周到 对自己的职业和人生 也非常的有规划 而且呢 他对待婚姻呢 对待情感也很认真 所以呢 他这样的想要去跟我分开去想一想 我觉得有道理 虽然我很气 因为我们相爱了这么多年 他还没有想明白 让我觉得他可能对我的爱是有问题的 那你看 这个女生就很分裂 因为呢 看一个人靠谱靠谱 不是看你们关系中平时的样子 而是在真正面对困难 面对压力的时候 这个男人选择的是逃离 是切断你们之间的关系 这不就是大难临头各自飞吗 所以呢 这个人呢 我们要看不是他平时的样子 而是看他真正面对困难的时候 面对压力的时候 他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如果因为面对催婚的压力 他就选择要跟你分手 那足以说明这个人他是没有抗压的能力的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回避型的男人 那这样的男人遇到问题以后 他所有想的事情就是要甩掉他身上的累赘 所以呢 我们要一看一看啊 一个人他如果他从小到大 他有一些应对压力 应对挫败的比较成熟的方式 那么我们就能知道 这个人在将来和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可能也会用比较成熟的方式 否则呢 可能你们的感情就会藏着雷 比如说 有些男人 他处理困难的方式就是转移 工作压力大 也不愿意看看怎么样的才去解决 而是选择疯狂的打游戏 然后呢 晚上刷手机 这就是典型的转移性的男人 所以呢 劈腿或者出口的本质 其实就是转移型的 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 而这样的人是最容易啊 去通过出轨来解决他的心理压力的 啊 比如说呢 我有一个男性的学员 就因为劈腿被女朋友逼着来做咨询 我问他 你为什么要劈腿呢 他说 我就觉得每天跟女朋友待在一起 越来越无聊 也没有什么话说 也没有啥新鲜的刺激 于是我就劈腿了 而一个靠谱的男人 在面对这些关系中的问题的时候 多半想的是我怎么才能解决 我跟我老婆之间 现在的关系中的困难 怎么样呢 才能够让我们的关系 有重新呢 有一些新鲜感 让我们有话聊 啊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做的 啊 第二件事 就是要了解他的情绪管理能力 那你该怎么问呢 比如说你可以去问他啊 我有时候心情不好 不知道怎么消化 你一般心情不好的时候 都又是怎么处理情绪的呢 你用请教的方式 让男人说负面的事 因为他得到了面子 男人好为人事的虚荣心被激发起来 他就容易对你无所不言 那我们有三种回答 第一种呢 他可能就会说 哎 其实呢 有的时候你一个人静静静待着就行了 这个世界没有人会在你失忆的时候 真正关心你 那我们就自己舔伤口就算了 这样说话的人 你就知道 他有可能是一个定时炸弹男 因为他的情绪只进不出 遇到事呢 他就会不断的压抑 而不会和人沟通和交流 结果呢 到了极限就会爆炸 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 还真的有可能会送命呢 之前发生过 这个泰国杀妻骗保案件 一个男人给老婆买了高额的保险 带着老婆去泰国旅游 结果居然杀死老婆 只是为了骗取高额的保险 最让人惊讶的是 这个男人啊 在所有人的眼里 一直都是一个老实的 宠着老婆的人 他遇到问题 不会解决 就会压抑 压抑到极限 就会爆发 爆发的时候 就是一枚核武器 所以呢 他身后一直都藏着一把刀 在结婚的时候 他在一次发怒的时候 就会砸碎手机 又砸碎了 这个汽车的挡风玻璃 非常非常的可怕 那你就会发现 这样的人呢 他属于一种情绪 两极化的人 那这种情绪 两极化的人 好的时候把你宠上天 坏的时候呢 就能把你置于死地 所以这样的人 你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远离 那第二种男生会说 哎呀 我心情没有什么不好的时候 或者他说 哎 我这个男人嘛 这种事情就把他放在一边去 是吧 男人多好 想想好的地方就可以了 那往往这种人呢 他就属于这种回避型的男人 那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往往是有一种情绪的 这种冰冻状态 什么叫情绪冰冻状态 就是他既不能够感知到自己的情绪 更不能感知到别人的情绪 那就不要指望 他跟你有什么样情感上的交流 所以呢 像这样的男人呢 属于这种情感冰冻人 那么这种人 我们一定要也要远离 那第三种男生可能就会说 哎 我呢 遇到这种方式 我就打打篮球 跑跑步 跟朋友聊一聊 甚至可能说 我去读一些哲学方面的书 我好像从中 有一些领悟 有一些扩展 那这样的男生呢 听起来就比较靠谱 因为他有一些正常的 健康的 消化自己情绪的方式 然后呢 他还能够去通过跟别人的沟通 来解决他个人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跟他之间有了矛盾冲突 或者说他有了什么问题 他都是愿意通过跟你沟通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那么你们之间就存在建立深入关系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在你们两个人关系都不太好的时候 他也有办法去解决他的问题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你要去了解他的人生观 比如说第三个问题就是问他 你小时候最大的理想是什么呀 现在呢 你实现了吗 那你现在理想变了吗 你未来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是吧 你想要成为马云那样的人呢 还是成为一个非常顾家的男人呢 还是怎样呢 用这种闲聊的方式 可以让一个男人很轻松的暴露出他的三观 那几年前 我问过一个男性朋友这个问题 当时呢 他的回答特别的细致 而且有点不太像一个一般性的男人的回答 他说 我希望因为爱情而结婚 希望两个人不管面对多大的困难 都能一起去面对 都能够坚定的站在彼此的身边 我希望两个人能每年都去旅行 周末的时候可以常常呢 去郊外踏青 每天开始和结束的时候都能亲吻对方 我希望每年的春节 我们都能一塌家子一起去过 我希望呢 我们两个人能有很多的情感方面的交流 那现在呢 他的婚姻怎么样呢 现在的婚姻特别的幸福 那其实呢 通过对这个问题的答案 最重要的就是你去判断 对于这个男生来说 爱情婚姻在他生活中占了多大的比重 比如说如果他对未来所有的畅想里面 只有事业没有感情 那么他有可能在工作上是一个非常靠谱的人 但是在情感中呢 是一个非常不靠谱的人 因为他是个工作狂 情感呢 是要以他的事业为中心去分配的 所以呢 你就不太要指望 他在情感中对你有多少投入了 那如果他对情感有非常非常疯狂的想象啊 他说我要找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女人 我要需要他对我怎样怎样 那么这就说明他有可能非常 有非常狂热的一个不太健康的情感的那种投入的倾向 那么很有可能他会对你在情感上有很多的诉求 那这样的男人呢 你也要小心 因为一个男人呢 如果在情感上太狂热 他很有可能也会进入到一种情感两极化的状态 他有可能会因为你不够像他那么投入而失望 是吧 那如果他说哎 我也不知道啊 我也很模糊 嗨就是那样过呗啊 那这就说明了他还是一个未完成状态 也就是说他并不太知道他自己想要什么 对于一个男人 他就如果到二三十岁啊 他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那你就知道他的未来有没有可能会比较不太靠谱 他可能就会因为一个非常表面的原因 或者一个社会化的原因跟你结婚 直到呢跟你结婚了很多年以后 突然有一天他会告诉你 我终于知道我想要什么 那就是要跟你离婚 那这样的男人才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啊 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一个男人 他是否有一个比较客观的 比较现实的 比较健康的正向的 一个对未来的一个期待和安排 那么决定了啊 这个男人是不是能够跟你真正的去过一个比较好的人生 总结一下 我们可以通过三个问题来判断男人是不是靠谱 第一看他是如何面对困难 考察他的逆伤 问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怎么办 考察他的情绪控制能力 第三呢 为他未来生活的愿景是什么 考验一下他的情感的三观 那这个办法其实呢 如果你用在女孩子身上 其实也是很好用的 感谢大家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